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又来开生存新坑啦 这次玩的整个包叫做喷气背包吗 据说是有1600个模组合成的超级爽包 不同于别的生存还得有冷闭气 这个包开局就有枪 只需要嘟嘟嘟嘟就完了 而我们需要收集12块不同的墨影之眼 最终打开墨影咯 那么飞玩不多说游戏开始吧 先夸夸这个开始的界面 这比原本那个好看太多了吧 还有很多彩蛋 OK,创建一下世界 居然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捏人环节 嗯,一色铜 它会变色了头发 嗯,这对于小朋友来说有点幼稚 但是对于我这个成年来说刚刚好 嘿嘿嘿嘿嘿嘿嘿 接下来进入游戏 我们来到了第二地球 除了这把枪之外 还给了一个背包外加潜力手套 我去这些动物的皮肤怎么都变了呀 还有这个长得跟羊头的金 你以为你穿上羊头的衣服 我就不认识你了嘛 先挖起木头 这个包里还装了一件砍树 我都好久没有用过这种模组了 像我这么勤快的人 平时都是手动露树的 根本不用这种东西好吧 鸡血森林好像就是沙漠 这是否有点不合理呢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等不走仙里后边啊 一眼不合就开打 这个整合包的身体也太无效了吧 幸好我手里有枪 不然就被打死了 左下角提示我们基岩层的基岩 变成了 变成了钻石 那还说啥 那我实力挖矿啊 游戏中按V还可以 同志 攻击罩鸣 呵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小哥我今天火把了吧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 这基岩层真的是钻石啊 快挖矿啊 诶 诶 这钻石怎么炸了呀 哈哈我掉到下界来了 天呐 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危险啊 还是先为主世界发育吧 啊 游泳怎么离开地理啊 当然是靠传送啦 肯定不是因为 被岩浆块打死了才会来的 来到了出生点旁边的沙漠 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 直觉告诉我里面肯定有宝藏 还有这么多的隐身骷髅守卫 这种东西肯定很值钱 啊要死了要死了 快跑快跑 用这个急救头扶出血量 本地由森林野后诸葛基礎 那我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也太穷了吧 啊里面还有个箱子 好耶 这个箱子的物资就丰富多了 我们整合拿到的在 稍微探索了一下 不知不觉都天黑了 还出了一个夜晚风险提示 这个整合包啊虽然有枪 但是这个模组里的生物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还是回二楼堵一晚上嘛 是天亮了 我们再是安全了 打开地图 看看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探索的 哦 上面有一个小屋子 距离好像还挺近的 先去看看有什么宝物 这批事物 路上杀了几只蓝鹿狐 成功抵达了房间 换完了箱子以后 又到了晚上 天黑的也太快了吧 不过刚好演示一下 这天黑了之后有多恐怖 为了以防万一 先把门堵住 天黑以后 可以穿出大量的怪物 有些还能飞侠穿过一格的砍块 速度非常快 一旦被围攻 就很容易被砸掉 刷了一晚上的管 我感觉沙漠里还是很危险 打开地图找一个安全点的地方吧 哦 哎 沙漠的东边好像有一片平原哎 好像还有村庄哎 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去那个村子里吧 哦 这个村庄看起来规模挺大的 希望屋子不要让我失望 我 哎 这个你又找的也太大啥了吧 快打死 保护观众们的眼睛 贵贵 这个牛更是重量级呀 还有这些铁哥的皮肤 那属于后现代艺术了呀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哦 原来是鸡 哎 这个结构之前没见过呀 里面肯定有宝贝 哎 我最知谁有毒 不过下面竟然有钻石 那富贵险中求吧 村子西南方向有个金字塔 根据任务描述啊 我们所需要的十二颗墨影之眼 其中有一颗就叫远古之眼 需要在山墓神殿中获取 不出意外的话 远处的这个金字塔 应该就可以能拿到这颗眼睛吧 所以我们就出发去征服这个地方 撑撑撑 这只马背上还有一只小狗 似乎是个背包皮肤 对不起了小马 为了我的皮肤 使完这颗草你就上路吧 走了很久 山墓里的怪物还是有点多的 我们绕路到了金字塔的东边 跨过和翻过上直达目的地 里面怎么什么怪都没有 这个箱子怎么也好穷啊 天哪进入金字塔还要走迷宫 我顺来寻宝的 不是来密室逃脱的 就不能让我打打Boss 然后直接获得宝栽吗 这个结构有没有很眼熟 下面就是山墓神殿的密室 希望可以搜到远古之眼 远古之眼拿下 这后面什么东西 我开看一下 我都我要玩宝栽了 你这Boss踩出来 给我死 又是一个远古之眼 这两期我们从金字塔里面拿到了远古之眼 完成了一系列的任务之后 我们收获颇风 看这一满满背包的物资 谁见了不得叫一声复合 而且我们还得到三把全新的枪 不过这些都需要配件才能更好的使用 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多余的配件 只能边探索地图 然后边给它们找配件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先睡一觉 等第二天我们就出发去寻找其他的眼睛 打开地图 这附近除了沙漠以外 西南方向还有一大片的雪山 那下一步我们就去这里探索吧 这只猪头上还有一个仙人掌装饰 拿了吧你 OK按下H键之后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帽子屁股 刚刚杀猪得到的仙人掌花盆就在这里 我现在头上怎么去干嘛懂穿子啊 不行不行 换个好看一点的 这个黑色的帽子看起来就很暖和 就上菜吧 那毕竟现在要去雪山嘛 可能你现在就要问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雪山呢 因为任务要求的寒冰之眼 就藏在雪山中的雪屋里面 到达雪山以后就到了晚上了 这次在树上睡一觉就度过晚上吧 黑暗之后我们继续学到雪屋 这么难的雪山好像有点难找哎 觉得能的话就给视频点个赞 不能的话就在评论里打666吧 又是还遇到了个村子 看看这边家里有什么宝贝 这个村子有点虫啊 不搜了不搜了 还是先去找眼睛吧 完成任务要紧 哦 谢天谢地 终于找到这个雪原小屋了 这谁能在地图上看见啊 还好我运气不错啊 吃了才能偶遇的 下面好像有个boss 好家伙 这骷髅头长得怎么呆呆的 还拿个盾牌 啊 是不是说你呆 又没说你丑 怎么就暴动了呀 我算是发现了 这个整盒包里 长得越恐怖的怪物越弱 又看起来平民无息的怪物 才能把我吊起来打 不 我 再让 呃 等一下 先让我吃两个猫咪炸弹 这次我就不下去了 哎 直接在梯子上消耗 猪头笨蛋干活啦 哪不然是不是很刺眼 呃 射死吧 不然我们把可溜冰 搭在公屏上 嗯 寒冰之眼到手了 还丢了一把新的加特林 看起来很强的样子啊 再用金民国解救一下江湖村民 难道寒冰之眼之后 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定居的问题了 毕竟一直住在村民的家里 对我这种建筑达人来说不够体面啊 而且村民家里也不够大 很难满足我们这么多物质的储存 更主要的问题是 这附近的怪物太多了 还会发生莫名其妙的恐怖事件 所以还是找个更安全的地方吧 整盒包里有一种天空村庄 在非常高的天上 感觉非常安全 查找地图以后 发现在西北方向刚好有一个 我们就准备去这个地方吧 哦 这边冰原里好像还有boss 看来我们可以拿到第三个眼睛了 这个鱼也太逊了 干两箱就不好了 不过在我强大的火力面前 还是高高受死吧 啊 这是我的眼睛呢 可恶 看来前面晕具太好了 这次竟然没掉眼睛 但是找到了一个藏宝图 宝藏应该可以拿到这颗眼睛吧 哎 不过我们现在背包太满了 还是先找个新家吧 剩下的眼睛呢以后再来散锁吧 嗯 前面这个高地 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了 怎么刚刚来就被砸死啊 稍等 我不会又要重新跑一趟吧 哎 好不容易回来了 先搭个方位上去 哇 这个村子里的人滴希望呀 看来物资应该也很丰富吧 那真的是建家的好地方啊 先建一个小兵台 方便我们众树扩大基地 再多放一点箱子 把身上的物品全都丢进去 把村子里送完之后 嗯 天就黑了 先睡一觉 哎 哎 发生什么事情 一毒蝎事件正在发生 哦 对了 这个生存中会有很多类似于这种的奇怪事件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很多大量的怪事要送出来 非常的危险 要立刻紧急除掉这部怪物 哦 竟然还掉了一个药水插槽 这个东西的掉流几率只有0.005%啊 什么卯一家是挺好的嘛 我去 怎么炸了 啊 我刚刚修好的家 这世界就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嘛 吃素总要 男人无惧无畏 吃素总要 男人无惧无畏